喂,你怎么样? 锦旋,我好想你啊,为什么你不记得我了,为什么不记得我了? 我很难过,你为什么说你不是锦旋,你明明就是我的锦旋的。 就在乔义失神的时候,一个手帕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。 锦旋,这是你给我秀的,你说过我们要永远都在一起的,你还说过的,你不会走在我前面的。 乔义瞬间蹲在地上,双手抱着脑袋尖叫起来,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。 乔义的脑袋里闪过一幕幕的事情。 锦,你是锦? 目前就听到乔义的声音,嘴角勾起一抹笑容,随即就昏了过去。 求你醒一醒,来人啊,快点来人啊,救命啊。 怎么了? 求求你,快点打电话救救他,打电话救救他。 安小暖看见墨千秋,脸色一变,连忙把电话拿出来打电话。 半小时之后,墨千秋被送到自己的医院里。 你好,感谢你救了我朋友,请问你叫什么名字? 乔义猛地抱住了脑袋。 你还好吧? 魂失神,我到底叫什么? 你要不要让医生给你看一下? 不要,我不要看医生。 好好好,我们不看医生。 最后,乔义不看医生的后果,就是晕倒了。 安小暖连忙叫来医生,医生给乔义检查了一下。 夫人,她是您的朋友吗? 啊,是我的朋友,医生,那她是怎么了? 夫人,这位小姐的脑部,以前肯定遭受了重创,所以导致留下了护遗症,而且还失去了之前的记忆。 原来是这样,那她什么时候能恢复啊? 这个,要看她自己的了。 这样啊,谢谢你了,医生。 您客气了。 夫人,莫院长已经做好手术了。 怎么样了? 夫人不用担心,子弹不过是打在了莫院长的肩胛上了,只不过是失血过多,现在已经无大碍了,等一下转进病房就可以了。 谢谢,谢谢医生。 不用客气。 随后,莫千秋已经被转到了病房里,安小暖刚刚把门给关上,走廊处。 就出现了叶冉希和韩依晨几个人的身影。 嫂子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邱怎么会出事啊? 是啊,刚刚听到你打电话告诉我们,我们吓坏了。 我也不知道,我是找一个人,没想到就碰到了受伤的莫千秋,不过有人救了她。 是吗?那等一下,一定要好好感谢她。 她好像受伤了,在病房里休息呢,还是等一下吧。 嗯,哦,对了,那几个人你处理了没有啊? 放心吧,嫂子,都搞定了,不过没有活口了,也问不出什么了。 没事,先让人盯紧。